要舒适 就是蓝天白亿云人比较少 我看以前的从视频上看到的都是人山人海的感觉 比较顺畅一点 没有那么多拥有的感觉 拍照的时候也不会有路人乱入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 受全国各地疫情的影响吧 现在已经快九点钟了 然后故宫博物院五门入口处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游客 整个广场上游客寥寥无几 4月22日以来 本市北际报告 295例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已涉及13个区 目前已累计完成4月22日以来的 107例本土感染者标准测序 经序列比对结果提示 全是存在两条独立的承拨链 均与近期境外具体性疫情 及其外置其他省市的病毒序列 完全一致 而且等着预防危险 做足准备的这种原则 着手进行传到北京市的 方舱医院的建设工作 那么现在呢 我们已经完成了 4000张床位的改建储备任务 未来呢 还将做改一些大型的场地 抓紧规划 建设较大公模的方舱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投 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